如果不是遇到散打 宝利高或许会成为一个朴实坚毅的目的 如果没有宝利高 散打擂台肯定会少了一份刚猛和强硬 如果说刘海龙用风云般的灵动征服了全台 那么宝利高就是以烈火般的猛烈震撼的人心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中国散打外战之王的四大致命武器 宝利高以父亲为偶像 宝利高父亲的摔跤技术 在整个棋里也是赫赫有名 17岁那年 在父亲的鼓励下 宝利高进入折蒙体校学习摔跤 一年后 宝利高进入内蒙古体工队练习散打 摔跤出身的宝利高用起摔法得心应手 他在职业生涯中多次展示经验摔法 2008年 客场面对人高马大的 德国土耳其艺选手雅雅贵来 宝利高频频将对手摔倒在地 对手体能急剧下降 宝利高最终赢得WKA金腰带 除了摔法 宝利高最大的优势是拳头力量其重 宝利高在巅峰格斗通辽战的比赛中 首回合就施展重拳 以压倒性优势KO澳大利亚泰拳高手阿克帕姆 整场对决只进行了两分钟 对战泰拳王鲁帕八 堪称宝利高腿法的经典之战 比赛决胜局 宝利高先是一记狠辣刁钻的高边腿 将泰拳王砸翻在地 裁判独秒后 宝利高成胜追击 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腿拳连击将西王彻底打凝 这场比赛在中国散打历史上成为传奇之战 因为这是中国舞者第一次在课场 将500年泰拳不败的记录彻底击碎 而且是以KO的方式取胜 赢得毫无争议 在一次采访中 宝利高表示 我接触散打比较晚 我的软肋是技术 我的优势是体能好 在当时国内是数一数二的 没有几个人能顶得过我 赢比赛都是靠体能 拼劲和韧劲 宝利高的散打生涯 几乎是中国散打发展史的缩影 从技术粗糙到踢打衰结合 宝利高只用了四年时间 他将这归功于散打王争霸赛的舞台 散打王比赛打五局 对运动员的挑战很大 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品质 在场上 不仅是体能的对抗 技术的对抗 更是意志品质的对抗 智力的对抗 每个运动员都是一步一步成熟的 无论是从技术还是心理 心理成熟更重要 需要实战经验积累 包括体能的分配 战术的运用 还有处于劣势的时候 如何克制自己的情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